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吵得过我 吵架吵得过我会很做死 你不应该希望他安安静静的替你受骂吗 这样子就不好玩了 感觉我一个人在发癫 好直接 我没这方面的经验 没有经验吗 你还是个宝宝吗 我没谈过女朋友 不理她 不接她电话 你还会不接近我 这么傲笑吗 你不理我你就很做死了 我跟你说话 我骂你呢 你不理我 你这不是做死 那她要是回答你不是 你不会更加骂她吗 直接转圈就好了 是不是说那么多话干嘛 转圈才是玩的 是吗 对 跟你顶座一把 沉默啊 哦啊 什么什么那种 然后跟人家说 跟我对吵 最后做死 你觉得冷战 冷战 冷战 冷战也是吗 对吗 对吗 对啊 那就是你生气的时候 你觉得男朋友应该要怎么哄 就是 什么事都意着 什么事都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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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冷战会不会更加死亡 会啊 会是吗 看着她 然后眨下眼了 看着她眨下眼是吗 反正基本上就是会盯着她 看就特别喜欢了 会不会告诉她 会 我是很直接的 我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你 对啊 你喜欢一个人的话 你会怎么表现 喜欢一个人啊 嗯 哪些暗示 然后但是她们又看不懂呢 就是叫她一起打游戏啊 打游戏 一切打游戏开始 拿农药啊 农药是吗 对啊 然后就告诉你我喜欢你了 但是你还不懂是吗 对啊 就是让她保护我嘛 让她保护你 让她给机会在游戏里面保护我 然后就给她表白了 是吧 对 你喜欢一个人的话 你会怎么表现 喜欢一个人的话 每天都去找她啊 每天都去找她 然后就暗示她我喜欢你 直接说吧 不用暗示了 好的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你们 然后你喜欢她可以搜这个名字 可以导到我们 对 我们在做一个街头的话题采访 K.O. 你好 可以打扰一下吗 我们在做一个街头的小访 到你们一分钟好吗 哈喽美女可以打扰一下吗 我们在做一个街头的话题 就没有恶意的 接受采访一下吗 好尴尬 我那么可怕吗 我觉得我应该不可怕 打扰一下吗 我们在做一个情人节的采访活动 直接被pass掉了 做采访活动 一分钟时间就好了 这么好看为什么会被拒绝